不过有一位山东小伙子 他始终对我们中国足球特别有信心 而且人家说了要用自己的足球能力为中国足球来证明 什么运动让人看着揪心 足球 什么运动更揪心 中国足球 都说中国足球闹心 但是眼前这位偏偏要给中国足球证着名 谁说咱们中国足球不行 咱不仅会踢球 还会变着花的踢 我玩的是花式足球 从大学开始我也下了决心自己慢慢的练 因为咱们中国的花式足球 在这方面起源的时间还是比较短 虽说练球时间并不长 但一朝一世已经轻盈灵巧 前年的时候小刘还正门报名参加选拔赛 想要到南非世界杯上秀球季 他后来有没有成功呢 有没有觉得他玩得挺炫的 挺炫的 而且特别是对强踢的那个精准度非常的厉害 对不对 对 你和你主都记下来 没那么夸张 好了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呢 其实跟这个片子的结尾 他自己所说的一件事情有关 他最终有没有成功的冲出亚洲 到达南非世界杯的现场表演呢 有还是没有 我觉得没有 你是对他能力有质疑吗 我是觉得如果有的话 中国足团应该闹翻了 以前我看过花式足球那些视频嘛 我觉得有些人比他踢的还炫 要论技巧的话 可能他还练得没有那些人那么好 而且要振兴中国足球的话 光靠花式足球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 好你们的答案是A还是B 选B 选B 都选择他没有成功 是的 如果他真的是冲出了中国的话 我真的是为他高兴了 是的 因为如果他错的话 刚才前面的奖金都没有了 是 不过得之我信 失之我命 对 好 在咱们整个节目录制过程当中 姐姐已经说出了很多句 关键性总结性的话语了 淡定姐 那么到底结局是怎么样的 到底这小伙子有没有成功 我们让他自己来揭晓答案好不好 我代表长城市也参加了 后来由于花式足球水平的问题 然后被记之门外 好了 小伙子自己已经说了 他没有成功 但是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敬意不够 但是呢 我希望他以后一定会继续再练下去 希望有一日 真的能够代表我们中国足球 冲出亚洲 满足我们球迷们的希望 我希望他再接再厉 能够磨练记忆 将来能够实现他自己的梦想 你们这要是也答对了 恭喜你们 希望大家都来参与哦 好的 那我们今天